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讲这个 对不起 继续讲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第四点 第四个部分 整篇讲道保持同一个清晰主题的方向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些人讲到 他们讲一样东西 后来又讲另外的 因为讲开又讲 就讲局势利息 与这个主题没有关系的 就好像 讲到爱人 然后就讲到有一天 什么事情发生 但这个与爱人没有关系的 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会 就是没有帮助人跟从同一个主题 如果讲到神接纳罪人的爱 神这个爱 他接纳罪人 反面立即是讲到 人犯了罪的时候 觉得神不能饶恕他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 有没有这个情况 犯了罪 不敢祷告 我也经过很多次 以前犯罪 不敢祷告 因为觉得很大的罪 不敢祷告 这个是反面立即 因为他不知道神接纳他 他悔改神的接纳 然后神的恩典是什么呢 神是怎样接纳 赦免为罪悔改人 我们犯罪 虽然犯了很大的罪 当然我们不喜欢真的犯了大罪 但有一天你犯了大罪 你求神赦免 他都很喜悦的 这个是神的特色 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都会要患死的 然后警告的时候 不悔改 不悔改有什么后果 然后不相信神赦罪 有什么后果 这是会痛苦 没有力量的 如果人不相信神赦罪 有些人是这样的 每天都跪下来 我当天 我犯了这个大罪 神啊 我真的犯了大罪了 每天都这样祷告 就觉得神没有饶恕他 这样 我们就需要每一天都 相信我悔改 神马上赦免的 我不需要继续的 这个内疚的 然后 如何处理这个内疚 就是有些人犯了大罪了 怎样处理这个内疚 深深的相信神赦免我的罪 然后我们也需要学习 饶恕自己的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不能接受自己犯的罪 所以不能饶恕自己 所以不但是神赦免 我们也相信 虽然犯了这个大罪 这个罪很严重 但我能不能够饶恕自己的 有些很难饶恕自己 因为他们的内心 我以前离婚 以前犯戒淫 以前伤害这个人 太大罪了 神也不会接受我 我自己也不能接受 我自己也不能接受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 好了 当我们讲这个 神接纳罪人的爱的时候 不要讲 什么呢 下面 不要讲神创造的爱 这个没有关系的 是不是 不要讲神赐人 恩赐的这个爱 也不要讲 神提升我们的灵命的 这个 与这个主题没有关系 是不是 这个主题就是讲到 接纳 接受神真的宣明我们 我们就保持在这个主题 好了 另外一个大杠了 现在另外一个大杠 因为为什么讲到的时候 我们需要学习这些大杠 这个大杠是悔改离罪 我们鼓励人悔改离罪 这篇道 反面利己和正面利己是什么 这些人犯了罪 得罪人 而且很严重的 不知道自己的罪 也或者是他悔改了 有些人赌博 我犯了大罪了 哎呀 求神赏免我 赌博输了很多钱了 随身宣明 但后来又在赌博 或者是打票 后来又打票 没有悔改 不知道这个犯罪的严重性 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不觉得这个罪很严重 其实任何罪都很严重 很多人没有悔改 很多人没有悔改这个 担心忧虑的罪 因为很多人不觉得担心忧虑是罪 圣经说什么 凡不是出于信心就是罪 担心忧虑就是说 神不会帮助我的 我很苦啊 我很痛苦 都是想到 问题 这个也是罪 埋怨也是罪 很多人不知道埋怨是罪 他整天都说 谁不好 谁不好 都是罪 没有这个悔改的信 就是这个反面的力气 很多人犯罪都不知道是有罪 你跟你的老 老公老婆吵架 有没有觉得是犯罪的 有些人不觉得是犯罪 是他献错 献错 所以我骂他 他就觉得没有罪 但他有错 不代表我去骂他的 好的 解释圣经 这个启示录二章四至五节 讲到你们要悔改 你们有这个 离弃起初的爱心 你们要悔改 并且行 行起初所行的事 以前你怎样爱神爱人 现在也悔改 然后行这个 去爱神爱人 悔改不但去悔改 有些人以为悔改就是 痛苦 有些群体他们很喜欢痛苦的 我们现在悔改 他们就哭啊 哎呀神啊 我犯了大罪了 大罪啊神啊 赏免我 我犯了大罪了 就是这种哭啊 他们以为 哭了 神就会赏免 当然 哭没有问题 你犯罪 哭没有问题 但 哭 哭不能 令神更描述你 你悔改 你真心悔改 神已经赏免 有些人以为 要大哭 神才赏免 而且有些聚会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你们有参加过 这样的聚会 他们悔改 都有很多人哭了 他们就觉得 今天我们得到 我们的目的了 人都很悔改了 我觉得 他们哭没有问题 但很重要是 真的去罪 然后说 我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 因为我知道 这个罪的破坏性 罪 给魔鬼留地步 就破坏我们整个生命 也把 令我们与神 没有这个亲密的关系 令我们疏远神 整个生命就被 魔鬼偷窃 杀害 毁坏 所以我们就知道 悔改 是悔改 然后行起初 所行的事 不但是 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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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的 但不是你怎样忽 神才生命 然后神的属性和恩典 神是 圣洁的 圣洁是美丽的 很乱不以为 圣洁是美丽 因为他们说 圣洁很难得到 圣洁是很严格的 很严厉的 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圣洁很严厉的 要求很高的 但神教导我 有一次 就是有很多时候 我发觉这些意念会出现 然后我就 我就将这个意念留下来 这个意念是什么呢 在天堂 圆都是很圣洁 那里很美丽 每个人都比起相爱 都很大的接纳 有些人曾经去天堂 他们说这个经验是怎么样 见到其他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都对他很大的接纳 在世界上的时候 这些基督徒可能都不太接受他 例如有些人是这样的 你可能有这个经验 有些基督徒可能说 你爱主不够 你传福音不够 你没有成长 你没有带领人信主 他就不觉得你是宝贵重要的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这是有些人好像觉得你 没有大用 就轻看你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在天堂不是这样的 他们在天堂见到这个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走来拥抱他 完全放下以前发生的事情 不理 并不计较以前发生的事情 完全地接纳 天堂就是这样接纳 完全没有罪 所以圣洁是很美丽的 那你的家庭有没有圣洁啊 你的家庭有没有吵架 还是充满慈爱 怜悯祝福的 是不是充满慈爱 怜悯祝福 家庭就很开心了 是不是 所以圣洁是不是美丽啊 是很美丽的 但有些人觉得我做不到 所以很严厉 要求很严格 但其实你做不到求神赏免 神就接纳了 神就赏免了 神就给你力量去追求圣洁了 当你追求的时候 你有什么进步 神就很喜悦了 虽然你不是完美 神还是喜悦 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解释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是不是美丽啊 圣洁是不是美丽啊 你羡慕天堂吗 天堂就是叫美丽 神就是叫美丽 在祂里面都是正面的思想 祂都是正面的看我们 所以我想到神我都很喜悦 因为我明白神的圣洁是很美丽 圣洁也包括爱 圣洁是叫爱我们 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去看到 哇圣洁很美丽 没有犯罪很美丽 活在圣洁中是很美丽的 这个是神的属性 这个解释神的圣洁是美丽 是不是令人喜欢神啊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是完全的圣洁的 有没有啊 地上有没有人是完全圣洁的 没有 神是完全的圣洁 都是在祂里面 都是祝福的心态 都是祝福 都是帮助人 所以是非常美丽的 好了 恩典是什么呢 祂会感动我们去罪 也赐给我们能力去对付罪 寄给我们能力去悔改 离开罪 然后神就喜悦了 因为这个空间的问题 我不要写很多 我现在讲更多啊 你有没有犯罪之后 没有人看见的 我用一个例子啊 在考试的时候 学校考试 很长的时间之前 你们叫什么叫 书猫 村猫 你们叫什么 村猫 老小 作弊 作弊 有几个同学作弊 他们都被抓了 但老是没有抓到你 有些时候就会很开心了 没有抓到我 或者是我们做其他错的事情 你说谎了 没有人抓到你 你就觉得 我这次犯罪没有感觉了 没有 对不起 是没有人抓到我了 所以就开心了 但圣灵会在里面告诉你 你做了我不喜悦 虽然人没有看到 但你的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我告诉你 我曾经有不同的情况 有一次我去做工 当时我是学生 我做工 有两个星期 我没有去做 但他们还是给我一张机票 我当时信的要收不久 我贪了这个机票 不是我应该收的 我就拿回去 圣灵就感动我 就拿回去 然后我也告诉他 因为我新加速 所以我不会拿这个机票的 因为我当时没有做工 这个就是圣灵感动我 推动我 不要犯罪 这个是非常奇妙的 你们有没有这些经历 这是你犯的罪 没有人知道 但你的心很不舒服 你就对这个人说 对不起 我犯了这个罪 我做错事情 你说对不起 有没有这个经历 这个是圣灵带你 是不是 然后你向他认错 他认错 你的心就轻松了 是不是 神就提升我们 起初的时候 出信主的时候 犯了罪是什么 可能骂人 吵架 可能打人 扣钱 但后来慢慢 很微小的罪 你也悔改 有些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 有些轻看他 这个人 没有用的 他太愚蠢了 他做什么事情 都做得不好 你的里面就不喜欢他 看到他 不喜欢看他 我想问你 你作为基督徒 有没有这个经历 有些你 或者是有些态度不好 你就不喜欢看他 走在路上 有没有这个情况 他在对面走 你就走在另外一边 避开他 不要见到他 因为他 这个人太讨厌了 但圣灵提醒你 你对这个人有抗拒 轻看他 神不喜悦 那为什么用这些例子了 这些例子去告诉我们 神这么奇妙提醒我们 神是帮助我们 是非常好的老师 我告诉你 我买东西 有不同的情况 人早起 没有听过 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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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早多了 我就会还给他 我说 你早多了给我 有些人早前给我 我看一看 我去看你有没有早多给我 我不去看你有没有早少 早 早 早给我 我去看你有没有早多给我 我不要 不要这个 你给我多的钱 而且我们在香港 有这个情况的 这是我们去某一个地方吃饭买东西 买了一个树木 你就拍车可以免费 但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这些饭店 他们为了令顾客喜欢 你本来是吃饭是一百块 但他们要两百 两百块才有这个用味 他会给你一张两百块的收据 但我会说我不要 这是 这个就是圣灵的感动 我们用这些例子 去告诉人什么了 我们例子去告诉人 神真的做工的 我们要荣耀神 神真的提醒我们的 不要让我们的罪 留在我们生命中 没有留意 神越处理我们的罪 神越能够 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 如果我们生命中很多的罪 就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 神就不能大大的祝福 我想问你 当你听到我讲到 与配偶的关系 你有没有动力去真的善待你的配偶 你会不会想 我真的不要再对他发怒了 你会不会里面有不舒服 我要回家跟他和好了 对他更好了 会不会啊 会不会啊 这个就是圣灵的提醒 感谢神了 有些人讲到 但是讲到这个悔改 没有讲到神感动你 你会发觉你不悔改 圣灵就不同的感动 令我们很不舒服 有没有觉得 有没有这个经历啊 犯罪了 很不舒服啊 直到我们悔改 有些时候我们说话 得罪人 你觉得他现错 然后我错 好像不应该道歉 但我有错 我也应该道歉 这样圣灵就感动我们 是不是 这是荣耀全身 神这么美啊 是神带领我们 不是神带领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不会成长的 如果神 差遣耶稣为我们死 然后差遣圣灵 带领我们新主 新的主 他就在天上 坐在天上 休息了 神就休息了 你自己跟从圣经 去证从神了 我告诉你 我们每个人都会跌倒 如果神没有继续的带领我们的话 神是继续的带领我们悔改 这样讲出来的时候 人就会说神真美好 神是这么美好 他带领我 如果没有神带领我 我的生命就不会这么美好了 你听了我这样说 会不会欣赏神 怎样提升你的灵命啊 帮助你悔改 我告诉你 我起初的时候 我的灵命 不是好像这样的时候 有些时候我犯罪 我发觉是这样的 犯的罪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这个就是圣灵提醒我 需要悔改 后来我就不再想犯这个罪 因为犯的罪很不舒服 但现在我有更多的原因 除了这个不舒服 我知道我犯罪 就破坏我的生命 魔鬼就偷窃杀害我的生命 我的事风也会被破坏 所以我现在 我没有 已经没有感受这种 很不舒服的感觉 很长的时间没有 但我还是处理罪 因为我要努力的处理罪 不要让罪破坏我 这个就是从我们的经验 看到神的美善 讲出来的时候 神就会 人就会 神正美好 人就会说神正美好 这个就是这个目的 但很多人讲到是这样的 讲到是什么 你要悔改 你没有悔改 神就惩罚你的 你要记得悔改 你没有悔改 你骂 家人也不觉得有罪 你要悔改 很多人都是犯罪 神不喜悦你 神要惩罚你 你总远不会被神大大使用 都是什么 都是律法 但如果我们说 神就很细心的 很耐心的引导我们 慢慢的引导我们 让我们看到没样罪 是不是很奇妙啊 我想问你 如果你去 有一个人的家庭 然后你就碰他的画瓶 这个画瓶就跌在地上 就睡了 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今天要求我 我为你买这个画瓶 我买一个给你 上一次你要去他的家 又再碰另外一个东西 又碰在地上 又打碎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为你买一个 第三次又打碎 你十次都打碎 他家这种东西 他不会再 要求你去他的家了 人就是不能 要书一个 重复犯罪的人 这个是 但我们重复犯罪 多少次了 很多很多次 每天我们都有罪 都有不能完全的 爱神爱人 都是罪 我希望你们 不是犯这些 故意犯的罪 故意犯的罪是什么 这是骂人 伤害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是对人有攻击 说闲话 这是这些行为上的 这些行为上犯罪 但另外一种是软弱 做不到完美 这也是罪 我希望你们生命中 现在的罪 就是做不到完美 这种罪 不是你故意骂人 故意伤害人 说人的闲话 就憎恨这个人 不喜欢这个人 这些罪是 我们去 就是 做 就是 犯一些 犯一些罪 是 怎么说了 就是故意犯一些罪 有些人不是故意 就是 是真的去 犯了 神的诫命 但另外一句 不能得到 神的诫命的要求 这个分别 你看到这个分别吗 哪一样比较严重 我问你 不能得到 神的要求 跟你这些 去骂人 伤害人 说闲话 哪一样 更严重 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 这是有程度的 耶稣也说 惩罚是有程度的 是不是 你 你认识 真理更多 你知道更多 你犯罪 后果更严重 那对基督来说 真的跟从神 不会去地狱 如果你继续跟从神 但你犯了罪 会破坏你的生命 神也不喜悦的 所以有些传导人 他们认识很多 但他们有骄傲 神是不喜悦的 所以他们的 信奉也不蒙福 神不喜悦的 这个我们需要明白 就是 有些他们知道罪 但还是故意犯的 这是更严重的 但基督徒会有 得不到神的要求的罪 不能爱人如己 没有马上帮助人 没有马上去 接纳人 这个就是他里面的 没有得到这个程度 这还是罪 但这个罪不是 不如另外一种的 的严重 但还是罪 我们也要为我们的 没有得到这个标准的罪 悔改 但更要为我们 判犯人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伤害人的罪 这个更严重 是不是 你有没有曾经 伤害你的配偶 是这样的 你要令他觉得 很不舒服 因为他做的不好的事 所以我要骂他 骂他到这个程度 他觉得很好悔 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说 要令他觉得 很不舒服 再后悔 不要再这样做 这个也是 很严重的罪 你的心里面 现在会不会 为这个悔改 现在我用力气 当你 其实是圣灵感动你 当我讲这些道的时候 圣灵会感动你 审查你的内心 有没有一些罪 是 人可能没有看到 但你里面 你知道你去 侵看某些人 你说话 对某些人是不礼貌的 对人是有伤害性的 我们知道就悔改 圣灵在感动你 我感谢神 圣灵在感动你 我们悔改 神就马上喜悦了 马上赦免你 马上给你力量 你留意我 讲到罪 我也会讲到 罪的严重性 但马上会讲到 这个恩典 你留意到 这个分别 马上就讲到 神的贱纳 好的 这个是神的 恩典了 这个 社罪的恩典 也感动我们 离开罪的恩典 也给我们机会 有些时候 我们犯了某些罪 后果可能是 不能返回的 例如 你吵架太厉害 离婚了 可能不能返回 是不是 有些犯罪严重的 被抓去戒脑 也不能返回 就影响的 所以我们知道 犯罪有这个 严重的后果 当我们知道 犯罪可以有 严重的后果 这时候我们 就感谢神 神这样提醒我 帮助我 不要犯罪 去到一个程度 这个程度就可以 破坏我们生命 去到一个 很难返回的情况 我曾经认识一个 其实有 四个牧师 去犯奸淫的罪 一个需要坐牢 一个在报纸上 蹬出来 两个需要坐牢 有两三个都 不能 肯定他们 不能回到 以前的 虚风的程度 他们虚风 就大大的减少 所以这个 是严重的后果 这个是警告 但我们悔改 神就很邪恶了 但我们明白一点 当我们犯罪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虽然神赦免我们 但这个犯罪的后果 仍然存在 如果你伤害人 到一个程度 可能 这个教会 就不再接纳 你在这里传道了 因为你伤害人 的程度 这样的话 你就破坏 你这个 试奉的机会 例如 我来这里试奉 如果我在这里吵架 跟某人吵架 老徐就说 以后不要来了 你跟人吵架 你能教 不能做 你能教 人 但你不能做的话 就会破坏生命 是不是 希望我们都是这样 我要珍惜我的生命 我不要让魔鬼 透露我的生命 好了 如何对付罪 深深的相信 罪会破坏人的生命 很重要 任何罪都破坏生命的 虽然是他不好 我骂他也破坏我的生命 我们就真心的悔改 憎恨罪 很重要 憎恨罪 因为罪会破坏 而且了解 我们不同的原因 会犯罪 为什么有些 容易犯监 这个淫念的罪了 看这个社群的影片的罪了 因为他们整天都 吸引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看到 这些罪的严重性 为什么有些人 容易骂人呢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骂人去大罪 他们以为是他的问题 他们没有看到 圣经这句话 反而骂弟兄 去拉架的 难免地狱的火 骂弟兄 去蠢财 蠢财难免地狱的火 他们没有看到 罪的严重性 也没有看到 烦恼是罪 忧虑是罪 埋怨是罪 所以他们不觉得 某些事情是罪 好了 我们知道 这个严重性了 也了解自己 为什么会被 引诱犯罪了 这个软弱 或者是习惯犯罪 我们就倾尽神得利 珍惜自己的生命 憎恨罪 有罪的意念 马上有得胜五不许 马上处理 我不要犯罪 因为罪有破坏性 我不要憎恨人 不要骂人 不要说不好的话 不要伤害人 我有做错 马上悔改 这是马上处理 这个是处理罪的方法 这个我就是所说的 是能够实际上讲出来 人会开始处理的 当你整备骂人的时候 你想一想 你骂人 不但是好像惩罚对方 有些人是觉得 是惩罚对方 其实是惩罚自己 神就不喜悦 就破坏生命 生命就不能提升 有人有习惯骂人的话 生命就不能提升到 一个高的程度 你要挑战 我们就求全 更新我们悔改 离开罪 真的憎恨罪 离开罪 这样的话 神就很喜悦了 神就加了力量 去神帮助我们 整个过程 去神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就回应神的感动 帮助我们 有罪马上处理 有罪马上憎恨这个罪 马上找方法去处理 不要让这个罪流 在我们的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 马上在信中就处理了 感谢主 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 这种讲道法的实际的程度 极其的帮助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